一些国人今年选择越过长堤到新山理发盒购买年货 柔佛商家指失乘客回流 让今年生意比疫情前还要好两成 记者图建强从新山发挥了报道 白沙居民方俊凯一家人 星期五晚上越过长堤 周末在新山购物置办年货 我们大概十多个人来 然后一起来这边走一走 因为三年多都没有好像出国这样子 然后刚好碰到新年 就带着小朋友出来走一走 海色城市商场的年货城 人潮络绎不绝 其中大多数是新加坡顾客 根据观察除了新鞋新衣 年饼是最多人购买的商品 除了黄鲤塔和蛋卷等年饼 干粮海味也是热门产品 觉得它这里的气氛不错 好像感觉到比我们在新加坡的邻里 好像还热闹一点 价格方面其实差不多 比新加坡跟新加坡差没有很多 可能20% 30% 如果跟疫情之前相比的话 会比之前多一个2到30%的人差来到我们这里 还有就是我们的主打就是我们的邮鱼 我觉得这是新加坡人很多 差不多有10个有9个顾客都是新加坡顾客 我觉得他们会来买的原因是因为汇率问题吧 在这里买也比较便宜 不少人也会到新山理发迎新年 这间发廊说从12月中到现在 每个周末都爆满 大多数新加坡客人除了理发 也会染发烫头发和做美甲 我是从蔡寿港这里过来 早上过来 然后就以前就找我的发型师来做头发 去年都没有的好过来 就今年就回来找他做我头发 从早会爆到晚 所以我员工的话 我会交代他们先 可能先打包吃的来先 因为没有时间吃饭 所以有些顾客的话 他来的话他要省时间 一次过综合性做完他 他们美发美甲跟按摩 所以的话基本上来到的话 就是可能一个half day了 走在新山的商场里 确实看到很多新加坡人 一些受访者说 这里的年货不见得真的便宜很多 更吸引他们的 其实是相隔两三年后 再次可以一家人到这里购物 一起感受那浓烈的新年气氛 新传媒新闻记者 陀建强 马来西亚新山报道